各位好,我是多奇數位創意的技術總監威爾寶哥 接下來我將跟各位分享一系列活用Visual Studio 2010擴充套件的各種技巧 在我們分享技巧之前呢 首先我們當然要先介紹Visual Studio 2010的新增功能擴充管理員 我們如果開啟Visual Studio之後呢 我們可以從工具選單開啟這個擴充管理員 開啟之後呢,你可以從左邊這邊看到有三個頁簽 第一個頁簽呢,是所有你曾經安裝過的這個擴充功能 也就是所有你安裝過的這個擴充套件 像我曾經安裝過已經有很多了 線上圖庫這邊呢,講解的是所有從線上可以瀏覽到 或者是搜尋到的這些擴充套件 第三個部分是更新 那麼更新的部分就是說當你曾經安裝過的這些擴充套件 他的作者有上傳更新的功能的時候呢 他在這邊會主動通知你 問你要不要直接更新 我們先從線上圖庫這邊來做一個解說 那麼線上圖庫這邊呢,當然就是他可以瀏覽所有的擴充套件嘛 那這邊有一個排序的依據 你可以依據不同的這個條件呢 來做一個排序動作 不過一般來講,我們不會來這邊做一個排序的動作 就是預設的最高順位 他就是排出所有擴充套件清單裡面最熱門的那幾個 那如果說你曾經安裝過這些擴充套件的話呢 這邊會有一個綠色的勾勾會出現 在這邊呢,右上角呢,也有一個搜尋的功能 我現在就來示範我們來安裝一個dbContext的擴充套件 他是一個程式碼產生器的擴充套件 假設我們今天要安裝這個Entity Framework的這個Database Context Generator for C-Sharp 我們直接點選下載安裝 那麼下載安裝的時候呢 我們通常都會先看一下他的一些授權的條款 看完之後呢,我們可以點選安裝 那麼針對部分的這些擴充套件呢 在安裝成功之後呢 通常會跳一個網頁出來 那這個網頁通常有可能是這個擴充套件的說明文件 或者是這個擴充套件的一個官網等等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打勾 就是說這個套件已經安裝完成了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已安裝的擴充套件這邊來查一下 的確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這個擴充套件已經被安裝了 那接下來我們直接跳來這個已安裝擴充套件功能這邊 你可以看到當你找到你要的這個擴充套件之後呢 他這邊有提供兩個按鈕讓你用 一個是你可以暫時停用這個擴充套件 它會變圖示會變灰色的或是啟用 那你也可以從這邊呢 直接把這個擴充套件直接解除安裝掉 這些都是可以的 那我們點選這個清除搜尋的按鈕 我們可以看到完整的這些擴充套件 你曾經安裝過的這些擴充套件呢 你點選這個項目之後呢 在右邊會有它的詳細資訊 那通常詳細資訊這個按鈕點下去呢 會連到這個Visual Studio的Gallery這個網站 去看這個工具的相關資料 那有時候呢 有些擴充套件會有超過一個的連結 例如說像這個擴充套件 它就有提供使用者入門的這個說明的功能 那麼事實上這兩個是同一個 在這邊我整理了擴充管理員的一些主要的功能 那它主要就是安裝移除跟自動更新嘛 那麼在安裝套件的部分呢 它也有分三個主要的類型 這是第一個VSI 那VSI這種類型呢 通常是聚集或增益集 或者是這些程式碼片段等等 還有其他的擴充類型 那麼VSI X呢 它是屬於專案範本類 項目範本 工具箱等等 這些原件 或者是VS Package這些 那麼這些package呢 我們在安裝過程之中 通常會要求你重新啟動Visual Studio 那第三個呢 是MSI這個類型 那麼這個類型它比較特別是說 它沒有辦法透過擴充管理員裡面 直接自動安裝 那麼在用擴充管理員去點選安裝的時候呢 它其實不會自動幫你安裝 而是直接跳到網頁 然後幫你下載檔案 然後讓你自己去安裝 這邊我做一個基本的示範 例如說我們這邊安裝一個VSI X的類型的這個擴充套件 假設我們今天 來下載 Image的這個Optimizer 這個套件 假設我們今天要安裝 Image Optimizer 我們就直接點選下載 然後看完授權條款之後 點選安裝 你看這邊它就會要求你重新啟動Visual Studio 才能讓這個變更生效 那麼除了這種類型之外 我們還有另外一種類型 假設我們這邊來搜尋一個Web Standard Update的這個擴充套件 那麼這個擴充套件它就比較屬於是MSI 這種安裝檔的類型 所以當你點選下載之後呢 它其實是開啟瀏覽器 然後提示你要不要把MSI的這個安裝檔給下載回來 那麼下載成功之後呢 你再另外去做一個安裝的動作 就像你一般安裝軟體一樣 那麼當你就是所有的這個擴充套件都安裝好之後呢 你可以一次再做重新啟動的動作 你可以不需要說 假設你今天想要安裝五個擴充套件的話 你不需要安裝一個 然後就重新啟動一次Visual Studio 然後安裝第二個再重新啟動 可以不用這樣做 你可以五個一次都安裝成功之後呢 再批次的重新啟動 那麼跟擴充管理員息息相關的一個網站呢 就是我剛剛曾經提過的 Visual Studio的Gallery網站 我們來到這個Gallery的網站看一下 如果你今天看到的這個網頁的畫面是都是英文版的話呢 事實上你可以從這邊去切換語系 它有提供繁體中文的版本 那我們來介紹這個網站之前我們可以先到這個網站的這個首頁 所以我們點選這個元件庫 點選之後呢你可以看到這個首頁呢 它提供了一些比較完整的資訊 至少比你在擴充管理員裡面的資訊還要多 當然網友這個最新新增的這個擴充套件呢 都會在這邊顯示 然後人氣下載跟最高評分 就是一些不同的排行 在每一個擴充套件的 這個後面這邊呢 也會出現說這個擴充套件到底是免費的 還是說它是付費的適用版等等 這些你可以做選擇 假設我們今天點IL support這個擴充套件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會有很完整的擴充套件的相關資訊 包括它的這個建立者是誰 那你也可以在這邊直接去下載這個擴充套件 那麼這個下載的過程呢 其實跟你從擴充管理員裡面操作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那麼底下會有三個頁簽 一個是描述 這個描述呢 通常是作者自己寫 有關於它這個擴充套件的這個完整的說明 有時候它會有這個操作手冊在裡面 有時候呢 作者會寫這個版本資訊 所以這不一定 簡約這個頁簽呢 是說你針對這個擴充套件 如果有一些評論要寫的話呢 你可以在這邊寫給作者 問答集的部分就是說 當你對這個擴充套件有疑問 或者是操作方面有一些問題 或者是有一些BUG要回報的時候呢 或者是不確定這是是不是BUG的時候 你就可以從問答集去發起一個討論 可以跟作者做一個互動的動作 這個擴充套件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你也可以點選這個 加到我的最愛的功能 點下去 那麼當你加入我的最愛之後呢 這邊會有一個我的最愛的連結 點下去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所有你在Visual Studio Gallery網站上面 所有加入到我的最愛的這些擴充套件 所以呢 這些擴充套件呢 就有助於是幫助你去 整理那些你曾經安裝過 或者是覺得不錯 未來可能要安裝的這些擴充套件 OK 這就是我們的第一篇 謝謝大家